独一中天机械之二 械之地位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二 作者 把我漂泊 械之地位是一中天老师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 第五章机械的第二篇文章 一老说械的地位低 最根本原因 他来路不明有从价私奔购买收房赠送 转让赏赐抢夺 变卖官配等 根据来路械之间的地位也不同 地位最高的械是应运 应是赠送 先秦诸侯娶他国女子 多是公主 女方国君赠送几个女子做陪嫁 与女方国君同姓的其他国家也要赠送 买一赠二买套高档西服 赠送条领带或衬衫 秦伯嫁女于静侯因应衣着华丽 结果竟然爱其妾而见宫女 被韩妃子当笑话 先秦陪嫁的应 是主嫁者的妹妹或侄女 也是贵族 应虚同姓 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 向对偶婚演变得过度行事 奔格斯说 与长子结婚的男性 有权把他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妹妹 也娶为妻 民歌所畅 带着你的嫁妆 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 应为妻妹 夫之小姨 地位不低 世子推测 摇嫁鹅皇女婴 二女于顺 乃应之 为妻之以皇 应之以婴 唐绿 妾范应者 家凡人一等 应是尊贵的妾 因为应与妻同宗 甚至同父母 适合二性治好的桥梁 应是陪嫁 非主嫁 是夫妃正 仍是妾 妾努力想成应 或希望别人是己为应 姨娘 姨太太称呼 由此而来 上古的应 是夫的小姨 称姨太太 妻对妾宽容 称妹妹 台妾为应 不全是哥们姐们的意思 情后 天下一统 梅珠侯国 应之萧王 一封还有 如妻死后 与妻妹续贤 是妻不是妾 陪嫁风俗是奴婢丫鬟 是婢 不是应 应制度 限于先情 鉴于周知 秦后地位最高的妾 是二房 二房正妻后 符合纳妾规定和手续 正式取来的妾 历代王朝 对纳妾者的资格 和妾的数目有定规 是一妻一妾 后世多不执行 便向纳妾 世人之妾 叫二房 正妻无出 夫家有段子绝孙之鱼 经父母批准 甚或指定 妻同意等程序 举行仪式 有正式婚姻 意味地位妻之下 朱妾之上称 二房在妻妾中 排名第二 是第二把授 有二房 由情人转来 妻以外私娶女人 甚至娶妻前 以私娶女人 一礼聘则为妻 奔则为妾 私奔只作妾 如红楼梦甲脸 先娶由二姐为外事 在外找宅子养着 虽作教子 但是素教 不是花教拜天地 但父母不知 媒妾不正 未经正妻批准 不合法 叫私娶 是偷情 由二姐二房身份 来路不明 没地位 丫头扑妇们当面说 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取来的 由二姐失足 在于先奸后娶 死后没像样待遇 贾母吩咐 既是二房一场 也是夫妻情分 挺武器日抬出来 或一烧 或乱葬梗上 埋了完事 正是妾二房指一个 非正式的妾数量难讲 常见非正式妾 由婢而妾 婢 女姓家奴 都为卑下 只冲非正式妾 正式那妾 要手续 多为良家妇女 家境贫寒 如由二姐 是宁国府贾真之妻 由氏妹妹 由家是良善人家 由妇死家到落 由母是继母 没说话资格 由二姐 是由母改嫁的脱油瓶 地位低 才愿作妾 如不被先奸后娶名声 奉姐不使唤 在贾府的日子也不换 必有两种 家生和外来 家生是奴才的女儿 仍作奴才 外来是买来 有终身买断 有短期服役 有随女陪嫁 地位都低 纳必为妾 不要手续 必有高低 父母赏赐较高 有父母之命 贾好像贾母讨丫头鸳鸯做妾 行夫人劝鸳鸯说 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 这一进去了 就开了脸 就封你做姨娘 又体面 又尊贵过一年半载 生个一男半女 你就和我并肩了 姨娘算半个主子 生个一男半女 与妻并肩是诱惑 赵姨娘有比而怯者 生一男半女 一个甲环 一个探春 不与王夫人并肩过 没人当她是主子奶奶 父母赏赐的妾地位不低 如假脸的妾秋童 原是假脸之父房中丫鬟 地位在凤姐 由二姐下 秋童自以为戏假设所赐 无人见她的 连凤姐平儿 皆不放在眼里 我们不得那先奸后取 没人抬举的由二姐 她向行夫人告刁状 行夫人为她骂假脸说 不知好歹的种子 凭她怎么样 是老爷给的 为个外来的 只由二姐碾她 连老子都没了 BD的叫通房丫头屋里人 丫头为脱离奴婢 而生格为主子奶奶 通房是同房 甚或通奸 是主子对奴婢的一种强行霸占 一离主子爷的房 不该与丫头房相通的 霸占或通奸 有正式与非正式 如假脸屋里人 凭儿削盘屋里人相邻 是正式通房丫头 开过脸 办了点收房 收在房中的手续 呈主子专利品 不再许配人家 如运气好生一男伴女 可生姨娘分一间房单住 无收房手续 不算通房丫头 习人与宝玉有性关系 薛姨妈说应算个屋里人 但到底她和宝格儿 并没有过明路儿的 妾身未分明 因此宝玉出家 习人去向成了问题 令人同情 通房丫头和主子关系密切 饮食起居 生活料理 不拘行计 一饮男主邪念或爱情 美手续轻易发生性关系 如宝玉与习人 开脸 女主因主仆勤奋之道 她们翻不起大浪 是自己奴才之根之底 比外面买来的婊子或骚货好 所以能容忍不少主母 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丫头 有两种 一种是夫主原来使唤的丫鬟 一种是随正妻陪嫁来的丫鬟 收丫头在丫头当中 算有脸面 是男女主人身边人 地话实败容易 小事甚至能做主 其他仆人会讨好他们 如假脸的通房丫头平儿 面子大 她在议事厅外 等着给薛宝钗传饭 扑夫门递座店端茶巴结 出平二人员好外 有权利方便 也是原因之一 通房丫头介乎妾与婢之间 姬介乎婢与妻之间 姬本意美女与妾合称妻妾 是指姬是家妓家养的戏子等 是买来的赠送的 和抢来的没人身自由地位低与必相累 必从事家务劳动 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 基于乐耳目 歌舞生平 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 生活比必忧郁 不必从事家务劳动 可东游西逛 高级宠鸡 可配丫头 鸡是主人玩物 宠她是为好玩 培养她是为更好玩 如《红楼梦》第64回 写照姨娘和戏子方官等人怄气 探春说 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的 和她玩玩笑笑 不喜欢 可以不理她就是了 她不好了如同猫狗抓咬了一下子 可输就输 不输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 说给她去责罚 既是玩意儿上床完 只有从命 既与妾不同 妾只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 如唐人柳公辍 那且同僚想见着女子 柳就说 是有一期一切 以主中馈被撒扫 公辍买且非计也 饥渴陪试客人 嗜酒陪宿 送人换马或做赌注 一致赌却如花窃 如白居易在陪室中 府里夜宴有 酒竹台前十二叔主人 留罪任欢愉 总之被侮辱玩弄的姬妾 敌人一等没人格尊严 甚至没人身安全保障 如前所述 十重令姬佑 酒客不饮酒便杀鸡 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 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姬妾比七 更可获得负的疼爱 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 情爱表现与夫妾间 不表现与夫妾间 古人常说妻不如妾 中国历史上 风流皇帝 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 层出不穷 如唐明皇 与杨贵妃夫妻爱情罕见 为什么呢 要从妻与妾的 不同家庭角色说起了 小节本文 妾之地位是第五章 姬妾的第二篇文章 文章分析了 妾的地位低 原因是来路不明 妾之间的地位不同 地位最高的妾是赠颂的应应 先秦应是贵族虚同性 为妻妹 夫之小姨 地位不低 上古应是小姨 称姨太太 秦后地位最高的妾是二房 二房是正式取来的妾 有定规是一妻一妾多不执行 世人之妾叫二房 正妻无出 父母准 妻同意 在妻妾中排名第二 正式妾二房指一个 非正式的妾常由婢而妾 婢由家奴买来陪嫁冲 非正式妾从事家务劳动 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 父母赏得必地位高 通房丫头介乎妾与婢之间 霸占或通奸 无收房手续 不算通房丫头 主母鼓励夫君收自己房里丫头 丫头算有脸面 姬介乎婢与妾之间 姬氏 家妓 家养的戏子等 是主人玩物 敌人一等 没人格尊严 没人身安全保障 高级宠鸡 配丫头 顺序飞平 硬强鼓勇 后有妾同房丫头 必积极 妾妾比妻 更得夫疼爱 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 情爱献夫妾 妾不如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